外交部长吴钊燮回到母校政大演讲 学弟妹们相当捧场 会场坐无虚席 连走道都坐了不少人 他笑说 感谢中国帮我打广告 吴钊燮在开场时表示 布吉纳法所断交后 他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辞呈 但总统认为 过去这段时间的外交表现还不错 所以外长没有辞职的必要 吴钊燮强调 外交处境确实艰困 尤其是在当前两岸关系不好的情况 但世界那么大 到处都是我们的空间 台湾会加强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 重要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 台湾的外交从来就没有被打败过 我们台湾的外交 就是因为有我们很多的 这些外交官 年轻的资深的外交官 以及政府各部会的 这种共同努力 再加上我们全民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台湾的外交的这个空间 其实比很多的国家 还要多 还要好 学生提问是否还需要花钱 维持这些又小又穷的邦交国 吴钊燮回应指出 邦交国对台湾的重要性 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就可看出 因为有了这些邦交国 才能帮我们提案争取成为观察员 至于花钱之类的说法 吴钊燮表示 台湾的源外金额 占国民所得毛额比率 距离联合国定定的0.7% 仍有加强空间 特别是台湾以前曾接受外援 现在回馈国际社会 是理所当然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 王兆坤 政大采访报道